就在選前倒數兩天 榆林的選情出現了新的變數 來自國民黨世家 原本有意角逐 榆林縣長的許舒祥 兼表態支持民進黨候選人李靜勇 而面對這個情形 國民黨候選人張立善則回應說 自己以平常心看待 他的支持者 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表態撼動選情 榆林縣長選舉出現意外的變數 來自國民黨世家 原本有意角逐 榆林縣長的許舒祥 二十七號重視表態 支持民進黨籍的 榆林縣長候選人李靜勇 因為許舒祥的父親是國民黨前雲林縣長許文智 弟弟許舒博又是國民黨前立委 許舒祥的這番表態是否會瓜分掉中間和泛藍的選票 格外引人注目 李靜勇的競爭對手 國民黨候選人張立善表示 自己平常心以對 也強調許舒祥還是他的好朋友 當選以後也會借中他的長才 聘他為憲政顧問 選舉是一時的 我想許舒祥校長還是絕對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想未來立善主政以後 我也會聘請這三所大學的校長 來擔任我的憲政顧問 那許舒祥校長當然也不例外 我想選情已經剩下最後兩天了 第一個我想會不會影響選票 我是不知道 不過絕對不會影響我的心情 張立善說他的支持者超越藍綠 超越族群 相信不會因為某個人的表態 就被撼動 李慶永則表示 許舒祥的表態跟選票考量無關 單純只是一名學者 在展現自己的良知 記者綜合報導